昨天有人说郝海东先生 就专门有人问我 他说你需要我们为你那个足球先生 还有那个羽毛球关于 叶昭英女士 是吧 人家问你需要帮什么 包括他儿子好运哲被带的事情 他们很生气的 前天下午就有一个人说 他说我回去如果你方便 你可以让好运哲去找我 我让我国家的足球队教练跟他见面 然后就提足球 我不可以 我说我们不需要你们这么做 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事 我们新中联邦会解决 就这些事情都在发酵 你看他们记得郝海东 叶昭英受到了这个不公的待遇 他们知道好运哲被取消了球资格